好 我們看今天經濟部開放12寸廠 可以獨資登陸 那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獨資是一個關鍵 因為過去台灣可能是用合資的方式 可是他給了很多條款 其實這條款其實說實在話 有點莫名其妙 為什麼這樣講 觀眾朋友注意到 它有四大防護網 第一個 第一個就出問題 觀眾朋友你知道台灣的電子業 最大的優勢是什麼嗎 就是資本市場 台灣最大優勢就是我們的錢很多 資金成本很低 台灣最可悲的事情就是 台灣的錢找不到投資機會 觀眾朋友 結果台灣的IC辦公室 要去大陸投資 竟然不能利用台灣的錢 觀眾朋友那台灣的錢去哪邊 只好買美國國債 觀眾朋友懂意思嗎 所以台灣是個豬頭 該投資的不投資 我們不是投資大陸 我們是投資台積電去大陸 觀眾朋友有台積電的經營保證 那這個錢不是很棒嗎 結果不能開放 第二個 技術應該落後台灣一個世代以上 這叫夜郎自大 台灣多了不起 我們的世代是全世界最領先的嗎 搞不好我們落後美國兩個世代 落後韓國三個世代 我們還要求我們的廠商 必須落後一個世代 等一下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個族群 就是這種很蠢的政策 自以為是政策 害死台灣產業 第三個是台灣不得裁員 第四個 台灣要有相對應的一個投資 觀眾朋友 這個第三個沒意見 第四個很慘 後來說還在台灣投資 我去大陸不見得賺錢 可是我在台灣投資一定賠錢 所以觀眾朋友感覺就不玩了 所以現在很慘 我們看一個股價的表現 觀眾朋友我們看一個東西 這個就是友達跟台積電 這是面板產業 這是晶圓代工的產業 其實當時就卡死友達 技術要落後台灣一帶 可是友達有苦說不出 因為友達技術不領先 假如還落後一帶 基本上就是很落後 你知道嗎 所以基本上它就沒辦法去 所以股票就跌跌跌 等到2011年3月開放的時候 友達已經來不及了 觀眾朋友看有沒有 台積電也特別 因為台積電其實有一個優勢 過去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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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價是越漲越高 現在一開放就崩盤了 萬民跟我們觀察 其實我們這樣對比 就是台灣政策的一個荒謬系 該開放的時候不開放 一個是timing 該開放的產業不開放 這是一個選擇 現在來了 台積電不是一個資本優勢 它有管理優勢 有技術優勢 有很多客戶的經營的關係的優勢 結果我們把台積電給放走 這個台灣成為中國系谷 或亞洲系谷的春夢 正是醒了 您的觀察 優勢要用對地方 那個才真的變成是優勢 你沒有拿出去用 沒有用對地方 那就不是優勢了 晶圓代工是什麼行業 當然在台灣來講 就是最重要的產業 技術最高的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辦公室 一個平台 可是有一個台灣很有名的一個 也是晶圓代工級的教護 叫宣明志 他就跟你講 我記得他以前 我當記者的時候聽他演講 晶圓代工 我們也不要把它當作什麼了不起 他就是開餐廳 客人來點什麼菜 你就煮什麼菜給他吃 只是說差了什麼地方 有人煮得好 有人煮得不好 有人煮得普通 如果你這樣子講的話 你就知道為什麼當時 阿基塞要跑到上海去開餐廳 雖然在台灣名氣這麼大 但是到那個地方市場更大 但是阿基塞到上海開了餐廳以後 就完蛋了 沒多久就出包了 現在都不敢上電視 這個偷偷的在主持一個節目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台積電要不要去 我覺得他也是很掙扎 我再跟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是2009年 大陸排名前50 進入全球前50大IC設計公司 只有一家 去年已經到9家 去年紅色的是IC設計 佔全球的四占比 大概中國大陸將近佔了10% 台灣大概將近佔了20% 美國最大佔了60%以上 問題是大陸這幾年成長得太快了 我記得今年初張忠謀董事長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接受中式訪問的時候 他還講說四 五年前 台積電客戶一個大陸都沒有 現在已經變成對不對 很重要的客戶 不能失去的客戶 所以台積電要去大陸投資 有的時候你怎麼講他 對 就是這樣子 還是要考慮他的身處 王柯我們就觀察一下 因為這個很重要 因為台積電它基本上是台灣 整個高科技的核心半導體 半導體核心的晶圓代工 也就是全球最大 其實台積電它不僅 說實在它建立了門檻 中國追不上 韓國追不上 美國追不上 它不像是友達 它不像DRAM 我們的設備技術是買來的 台積電本身有很大的研發能力 甚至機台 跟大力光一樣 不是什麼事都要開放 觀眾朋友就跟麵包店一樣 麵包因為它體積大 一定要靠近市場 麵粉 那觀眾朋友 台北市人吃麵包 那是不是麵粉要在台北市種 沒這個邏輯 有的原料在產地種 有的成品要在市場 接近市場做銷售 所以台積電到底要不要去大陸 這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剛剛光明哥提到 其實大陸這些IE設計廠商 訂單還是下給台積電 因為它沒得選擇 你不找台積電 你去找中心 那完蛋的不是中心 不是台積電 完蛋是你自己 所以B的 一定要跟台積電合作 但我們現在把台積電放走 台灣產業真的空洞化 該放的不放 台灣好多服帽該過不過 面擺該去不去 攻擊區該走不走 觀眾朋友 不該走都留下了 該走的離開 您能觀察 對 但是我們要去 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台積電在台灣 還能再發展多久 這個是一個根本思維的問題 我不知道斯汪你記不記得 先前台積電有一個最新的 半導體廠要設立 就遇到環評的問題 對 張宗謀非常火大 台中嘛 對 中科最新的一場 結果後來終於環評是過關了 但是從這件事你可以看到 台積電 再在台灣設廠的可能性很低了 對 也就是說如果台積電 將來要再發展的話 台灣已經沒有讓它設廠的空間 或是說沒有設廠的餘地的話 它勢必要往更貼近市場的地方走 事實上台積電不見得一定要去中國大陸 為什麼 因為市場晶圓代工 它不像是一般電子產品 它一定要貼近供應鏈 因為它很小 它很小 對 因為它的完全是智慧產權 它的真正它的know how 在它的資本投入 它的管理 它的技術 以及它先進的製程 它只要有這些 它其實設在台灣 它設在新加坡 它設在哪個地方都一樣 它只要有它相關的供應鏈在就可以了 對 真正對它來講供應鏈並不是方 你像聯電的12吋廠在新加坡 沒有 新加坡哪有什麼電子工業 那是因為它有新加坡的人才 所以基本上半導體廠 不見得要貼近市場 沒有錯 它貼近人才 第一個是人才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菲律賓有很強的半導體產業 馬尼拉它有半導體產 它只是沒有晶圓代工廠而已 為什麼 因為菲律賓人 他們其實很容易訓練成是一個 專業的工程師 這個是題外話 所以剛剛世光所講的很對 就是說其實人才是重點 台積電作為Foundary 它作為晶圓代工 它其實它不見得一定要貼近 IC Design House 你看台積電所有最大客戶 全部都是在美國矽谷 他只要把它的單下來 台積電它這個製造 台積電它唯一它要貼近的 就是它的下游的就是封測的 因為它做出來的東西 它要交給封測廠 所以它只要有封測廠的供應鏈 搭在一起就可以了 它其實跟它的上游 其實不用貼近 所以你剛剛講說 因為大陸的IC設計業崛起 台積電大估在那邊 我一定要到那邊設廠 其實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 真正我覺得最重要的 台積電到大陸去設廠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它也沒有辦法在設廠 所以這我們自己要去檢討 台積電作為台灣這麼重要的 這個戰略性的產業 或是一個這麼重要 全球台灣最重要的戰略性的公司 既然它到現在 它必須要出走 因為台灣已經不可能讓它在設廠 對 我請問你 它在中科這個廠設完之後 遇到這麼嚴重的環評問題 它哪裡還能設廠 沒地方 沒有地方了 對 舉目望去 整個台灣它沒有設廠的東西 苗栗大譜還有張老闆的冤魂 他也不敢設廠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12寸廠出走 我覺得是台灣自己把它逼走 是 我要請教授做觀察 因為我們要注意到 到底台灣發生什麼事 我們政策問題有點步調亂 就是該放不放 現在最近剛剛像萬明哥講的 現在大陸經濟起來 還有一緊張了 隨便亂放 現在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產業說實在不見像 剛剛問好一個提的很棒 全球愛設計老大都在矽谷 台積電在矽谷 一座廠也沒有 你來台灣下單 所以我們台積電需要出走 因為它去大陸 還是把大陸人才引過來 是一種選擇 結果第一個 台灣環民不過 台積電不能蓋場 第二 台灣對大陸人才的歧視 變成大陸人才過不來 妙了吧 那只有八台積電出走 而且還不准用台灣的錢 這個政策很荒謬 你沒有觀察 這個台積電這個政策 我對於政府比較有信心 是 我認為政府的話 沒有什麼真正很荒唐的地方 但是我比較同意 剛剛沐華說的了 台積電它有不得不走的理由了 因為我們仔細想一想 台積電對台灣來講 我這個也經常強調 台灣是一個富裕了很長期 超過四五十年的一個國家 所以資本寬鬆是自不在話下 所以才能夠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搞一個這種特殊的 而且佔了世界的產能百分之二十 這個是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五十 五十 那更不得了了 一家公司 對 對吧 一家公司 而且當初也有歐洲公司的投資 非得的投資在這方面 然後第二點 我請問大家想想看 我們長期來講 是不是所有的人才培育 都是以工程師為主 我們常常講說學會物理化學生物 然後終身都不擔心找工作的事情 我們的整個教育的人才這方面 但是這種學科它有個特點 它這個人才是國際流動的 所以說一般我自己就有學生 他們各個什麼的 有本領就直接在矽谷工作 就沒有在這裡 剩下一些的話又不夠了 程度訓練不行 然後第三點的話 我們長期把所有的精力 投資在電子業上來講 各式各樣的科學園區 我一般來講我的學生當中 對於這個政府獨厚電子業 這件事情都是很反感的 不會 你看三十年前 最紅的清大物理 核工 十年前最紅的是台大電機 現在變了 現在台灣最紅的學校 是台大新聞傳播所 清大社科院 現在這些都是最紅的 所以台灣也在轉型 對 你現在講得非常好 主持人自己把答案說出來了 這個新聞所跟這個社科院 社科院這些東西也有用 但是他的這個目標不是像 這個台積電藥的工程師那麼明顯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工程師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科 他這個學科 他基本上他就是完全朝向目的 而發展的實用主義 這個人才到哪去 因為現在前一陣子有個討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為什麼世界重要的大廠的CEO 都是印度人 對 這個非常出現重要的現象 就是說你訓練人到達了一定的階段 這個工程師可以轉成CEO 因為他完全是按照公司 交給他的目的來經營 對 那這種人才你可以說得明得很清楚 這就是台積電 為什麼非走不可的原因 就是台灣已經在人才方面來講 斷層 我不能說是斷層 但是已經不夠他的需求 他已經太大了 他一定要有一個源源不絕的人才 因為他負責了這麼大的各式各樣的人事 資本支出等等 那麼如果這個人才的部分 是他所有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大陸那邊就地取財方便 他就過去了 好 我們看到台積電 這是經濟部正式開入 台灣最後一個最重要產業 正式開放登陸 到底是我們趕他走 還是他要走 現在看起來兩個力量都有 第一個 人才不夠 台灣環評的打擊信心 以及包括目前市場上的變化 都是台灣最後一塊根基 而世界矽谷之夢 這個夢可能正式變成南科一夢了 好 我們既然反而回來做觀察 當然從台積電 從台灣央行決策 台灣的經濟到底 我們要回來碰到一個很核心問題 今天我們再抓到一個中文網 叫南華早報 南華早報跟共黨很接近 現在共產黨的輿論 開始討論思想 而且很大聲 就是西方民主的失敗 以及直接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我們今天晚上回來看一下 到底現在大陸的核心 是為了什麼地方 為什麼逼著美國 台灣企業 全部往中國跑 今天晚上回來告訴我們